广西的大学生军训有多硬核 步枪人手一支 战车开进校园 广西式军训最正宗的国防教育 每年广西高校军训 校园内每一位穿着迷彩服的学生手中 都贴着一把950步枪 这些枪与真枪在外形和重量上毫无差别 除了不能发射子弹 真枪有的功能它是一个不拉 这还没完 今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军训现场 除了人手一支的步枪以外 学生还配备了火箭筒 装甲车 迫击炮这些装备 校园中的操场一秒间就变成了战场 这么刺激的军训 比韩寒口号TT正步来得快乐多了吧 桂林理工大学的军训已毫不逊色 校长把坦克和大炮都搬到操场上 供同学们近距离欣赏 广西外国语学院的军训 竟然还有野外行军这一内容 先生们在行军10公里的路途中 还会遭受到阻拦 袭击 强占这些突发事件 这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以往提起军训的训练内容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前几天先练练军资 跑跑步这些基本操作 最后几天 大家再组织个文艺晚会 有才艺的别让个才艺 没才艺的在台下捧个场 这一流程下来 军训也就结束了 只有广西大学生的军训 这呀才叫一个硬核 普通大学生军训只是TT正步 广西大学生的军训却堪比实战 为什么广西军训这么特殊呢 在广西高校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每一位广西校长的身体里 都有一颗当师长的心 今年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还开设了一个全新的军训项目 每一位新生都要在高压水枪的冲击下 趴在泥地里匍匐前进 摸爬滚打 直到到达泥地另一端才算结束 这样不是为了为难大学生 而是广西特殊的情况决定的 第一 这是广西民族的传统特色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光是市居民族就12个 所有民族加起来弄40多个了 不同部落间 村民们可能会因为资源分布 不均等问题争吵起来 这也养成了广西民众彪悍的性格特质 也使得广西从小孩到老人 全民皆兵这一观念 都在脑海中根深蒂固 第二 这是由于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 广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 其中有8个县与越南接壤 整个边界线长达1020公里 其中啊 广西平祥市因与越南接壤 素由中国南大门之称 2014年7月7号 就6名越南人从越南境内翻山越岭 绞尽脑汁地躲过边防警察的视线 短短几天时间 就途经广西平祥 广东汕头等好几个省份 准备到福建泉州打黑工 当然 最终啊 还是被实施边防和广西警方 联手遣回越南 边境城市的人员流动十分混乱 这也难怪广西军训如此硬核了 广西市军训真硬核 大学生人手一支枪 既有新鲜感 又能增强爱国情怀 既然这种仿真的军训模式这么好 为什么没有全国推广呢 第一 家长们可能不支持 九月开学季已经入秋 气候啊 已经开始转凉 许多地方昼夜温差比较大 像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军训强度 已经相当于新兵训练了 学生白天在泥水里摸爬滚打 如果是在北方 出了汗之后 晚上回警市 很容易感冒发烧 再者 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学生们受点皮外伤 出点小事故 都是在所难免的 但不是所有家长 都想让孩子吃这份苦 一旦出了问题 学校也没办法给家长们交代 第二 枪支供应和保管也成问题 我国是严禁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持有枪支的 那么广西高校里军训的枪支 是哪里来的呢 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 第九条明确规定了 高校想进行有枪支的军事化军训 那必须得有军队的支持 根据教育部公开数据得知 我国一共2820所大学 要想每个大学都能获得军队的支持 这个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第三 费用问题 按照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这种军训方式 除了人手一支950步枪 再加上火箭筒 排击炮 这些装备的军火费 还有装甲车的油费 这对于学校来说 是一笔巨额开支 要是没有财政拨款 那还真落实不了 就算想要应和军训 多数学校还是应和不起来 只能远远看看 羡慕一下了 我是X4情报员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